這次有戰術 結果既然還達成了安打 那一壘上的跑者 真的只有是飛快的上三壘 哇 這個球不簡單啊 做一個打跑戰術啊 結果還... 這有點勉強 動作都是去平衡的 還可以推成安打 這個球其實是 投手投的比較偏外側外腳 那陳文謙整個身體是真的 延伸過去去擊球了 哇 這樣還可以打安打 那也真對投手來說也只能認啊 打掉 曾子佑的腳程也真的是蠻快的 哇 這個已經頭這麼開了 對 那你只能說像陳文謙這種有經驗 他知道我這個打跑戰術 只要不是畜生球或挖地瓜 更遠的外腳球 哇 球棒就一定要還是要 揮出去喔 哇 那這個...這個... 手去延伸球棒控制能力 真的做得很不錯喔 面對王波榮 第一球是個好球 好球 繼續攻這個內角 這兩球都往王波榮的內側 但王波榮在第一個打起的時候 是打第一顆球 就沒有打好 打成一個三連方向的飛球 喔 那個球打的是 就是王子某的一個變化球喔 喔 這個中間方向的飛球 這個距離遭到的接殺 但已經夠了 三連上的跑者要回來得分了 王波榮的高飛犧牲打 帶一分打點 所以剛剛這一分 我覺得最大的攻城是陳文謙 對 那個... 那個是把他... 整個人飛出去把球給打成安打 他那個打跑的戰術執行得太成功了 面對... 王子某跟補手搭配 那個球不打是壞球喔 但是他做得太好 那這個球其實也有一點投到比較... 中間偏高的位置喔